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利金唱片公司只得挖掘新人来继承谭永林 长得帅气会唱歌人品好能量正有一定的影响力 保利金将目光看向了从台湾回香港发展的新兴演员黎明 随着黎明走红被媒体列入四大天王的队伍中 而在九年后黎明在世纪演唱会Long It 99结束后 如谭永林一般当场宣布不再出席任何有关乐坛的颁奖典礼 并不领取有关的任何奖项 一句话引起夜内外的轩然大波 由四大天王引领的香港娱乐圈巅峰时代也自此走向了终点 后来三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唯独黎明逐渐过气 再提起总会有凑数的质疑声响起 刘德华主在影坛发展 实力雄厚被外界称作是演技担当 张学友凭借吻别等一系列的经典歌曲 曾在演唱会上历史唱到八十岁是名副骑士的歌神 郭福成五级超群因颁奖典礼上的一次摇摆 火遍了各大社交平台 巅峰时期的颜值被年轻人看作四大天王之首 被朝唱功不好经常走音知名度低 演技拉胯 黎明是平和成为四大天王之一的 过气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黎明是个例外 无论是进入娱乐圈还是退下颁奖台 乃至如今沦落过气 与其被生活所迫进入娱乐圈的明星不同 黎明1966年出生在被一个富足的商人家庭 父亲是印尼华侨 因为经常忙于工作 黎明很少与父亲见面 直到四岁时一家人迁往香港定居 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也为他进入娱乐圈奠定了基础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黎明的家中也是争吵声不断 14岁那年 父母再一次争吵过后离了婚 正赶上黎明上中学 为了不影响他的成长 父亲便将他送往英国的普利斯顿大学 富足家庭出身的少爷 与生俱来的有一种贵气和优雅 再加上后期文艺和知识的培养 很难不让人对他心动 但黎明生心慢热 常年不受父母温情的滋润 造成他内敛又沉稳 出入娱乐圈 黎明就主演了电视剧《男儿本色》 而其他三位天王在成名前 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折服 由此可见 黎明有多受公司的力捧 他的颜值与实力有多被认可 但毕竟年轻气声不缺钱 没多久黎明就暴露了富家少爷的脾气 拍气时经常迟到动不动就身体不舒服 要早退 开着小跑车来回溜达 惹得剧组工作人员频频叫苦 导演更是直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倒霉要来拍你 这样的举动屡叫不改 惹怒了TVB的导演 一气之下将他血藏 什么工作都不再安排 黎明本就不是缺钱之恩 如此一来反而是倍感轻松 更加的自由自在 但一场意外的突然发生 让黎明的心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此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黎明的父亲被检查出癌症 同时海外的家族产业出现了危机 遭遇破产 不仅车子房子都没了 就连父亲的手术费都抽不出来 最终还是黎明放下自尊 低声下气的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 这才让父亲顺利的进入了手术室 为了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黎明开始找工作 但从小的富足生活无法让他尽快地带入打工人的人设之中 在又一次与顾客发生口角之后 黎明终于妥协了 决定回到娱乐圈 TVB将自己血仓 回不去也不会有好的发展 于是他想到了台湾 在1992年 郭富城又如一颗陨石划不天空 火热地降落在了香港的乐坛 一直对你爱不玩红遍全国 震惊了香港乐坛 6月7号TVB的香港小姐的决赛上 节目组邀请了四位当红巨星前来助阵 收视率暴增引发了一阵空洞 东方日报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刊 以四大天王称呼四人的合体 并称四大天王的时代已经到来 自此四大天王落成几个人 GC团伙散如满天星 撑起了香港娱乐圈的黄金时代 从一次次的获奖记录 一次次的唱片销量 一次次的演唱会到场人数 我们不难看到黎明曾经有多红 而又是什么 因为什么让黎明一步步走上了 四大天王末尾的呢 在四大天王中 黎明的恋情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 虽然没有像现在娱乐圈这样的扎记平线 但与其他的三位天王比起来 他的恋情也算是十分丰富了 早年间黎明曾与戴思聪的女儿 在参加新秀大赛时结缘 后来两人交往很是密切 经常一起吃饭 在弹运会的介绍下 黎明被戴思聪收为学生 教他唱歌等 可在徐一时期 黎明和事业小倩走红的王祖贤 传出了绯闻 两人经常同行出入酒吧 后来王祖贤被齐情一手 大约在冬季追悔 而弹运会也不再和黎明来往 两人之间是否有过交往 无从知晓 毕竟黎明是不承认的 前往台湾发展的那段时期 黎明的绯闻也未曾中断 第七位女星是李嘉欣的手下败将陈淑兰 陈淑兰作为港姐的亚军 视黎明为偶像主动施爱后 获得了上位权 但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随着黎明的名气不断上涨 二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身边的女明星越来越多 慢慢的也就分开了 后来黎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提到了女神周慧敏 施爱童剧组的演员李其红 但都空手而归 在韩国宣传王家为指导的 《坠落天使》时 黎明又与韩国女星 金喜善走到了一起 随着被狗仔拍到两人约会 黎明及时中断 再次上演不承认的烂招数 和舒淇分手后 黎明与两个同样厚嘴唇的女星 走到了一起 其中比黎明小14岁的乐机 而受到了黎明的专宠 不仅在2008年将其娶回家 奉上了豪华婚礼 5000万的豪宅 1000万的豪车等等 还提供了两个亿的创业基金 只可惜一腔热血的黎明 遭到了报应 从宣布不再参与 乐坛颁展典礼 将机会留给年轻人后 黎明并没有放弃 在娱乐圈的发展 但他把重心更多的 放在了慈善事业上 1993年 黎明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合作发起 消除脊髓灰制炎的计划 小时候我们都吃过 学校分发的透明袋包装小糖丸 这并不是糖 而是能够消除脊髓灰制炎的药丸 黎明奔走各个国家 还多次捐出 个人演唱会的全部收入 最终在三年的时间 内酬得了350万的 善款为全国的8000万儿童购买了 消除脊髓灰制炎药丸 6年后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我国为五股水灰制炎状态 而这其中有黎明的功劳 2021年 黎明时隔10年后 重返了红摊 再度开启了演唱会 郭富城张学友刘德华 随位到场 但都送上了花篮 三个花篮并排而立 上面的名字并排展现 网友直呼四大天王 再合体 叶青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